比如说,那个使太极拳更为简练艺学,冯师傅还协助将陈氏太极从一百世建华成今天的二十四世。 这使得太极拳得以成为一种统一的体育运动,在国内外得以推广。 陈氏太极是各式太极中历史最久远的,它发源于长泉,最先由陈王廷创立陈氏老价太极圈。 陈氏老价太极演变成新价太极,是陈昌星的功劳。 而冯志强是陈氏太极第十七代传人,他练习陈氏新价太极已经有四十四年,是陈氏新价太极的倡导人之一。 陈氏太极是发明于这个明末清父,就明朝的末年,只有四百年。 陈氏太极这一有天气就有陈氏太极在这几千年之一了,是不是呀? 陈氏太极这一有天气就有陈氏太极了,所以天是天,地是空,所以这叫陈氏太极。 陈氏太极是影响独称人,一样神万物!包括件帉人,这也是很早很早的。 陈氏太极圈之根据天地 陈氏这个道理,是练了以后能修重、长寿、清防、冷气、 所以,台積圈呢,不能包括台積, 但台積可以包括台積圈, 因为台積是把世界万物都包在里面的, 因为圈呢,是台積中的一个小技, 这个技术, 所以它这个村子台積圈特别什么, 钢肉降低特别明显, 一看,停这, 那还停,还挺怨火, 对吧,这是粗粗的。 冯师傅认为,太极拳的动作, 象征着天地的轮回, 而这些曲线浑圆的动作, 产生了大量的能量。 冯师傅观察到, 除了天地日月之外, 生活中的许多物体, 都是用圆周运动来推进的。 比如说, 为了使太极拳更为简练义学, 冯师傅还协助将陈氏太极从一百世, 建华成今天的二十四世。 这使得太极拳得以成为一种统一的体育运动, 在国内外得以推广。 医生宝, 要不撑这个啊?